欣宜就位 好 我聽到說 我平常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非常理性的 除了飲酒不太理性之外 當時我第一次看到一個 好大 妳家有多大 應該是幾千坪的城堡 好大的除塵毯 有沒有 什麼意思 七毛毯是不是 除塵毯 知名設計師設計的一個禮服 你真的有私進私進 對 好 我剛以為要是私家的了 我就先來介紹一下她 好 這一件呢 就是我當時在一個禮服店的時候看到 然後呢 我必須要說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就是好華麗喔 對 這個在俠皮都會寫王私家款 對 王私家款 然後等於想說好華麗喔 然後這個蓬蓬的 就很重那種女孩子 就是想要當小公主的那種心情這樣 然後當下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設計師這樣 我就看了一下 我還上網找 我就喔 這個設計師是 那個小甜甜最愛的設計師 所以我會想說 它就是那個甜心的代表啊 所以就很可愛 然後我就購買了它 然後這一件的確也是要來個上萬塊 這樣子 但是呢 我沒有發現它的這個 看起來就知道了 老師應該知道吧 Bestie Johnson 對 就是它的東西 重點是呢 我回去 它東西有很多玫瑰的元素 對 我就覺得很浪漫 然後很可愛 重點是那個報導 我沒有看完 就是後面呢 我就有回去 已經買回家了 然後再去刷那個報導的時候 發現它的評論是寫說 壞品味婚紗 就是小甜甜精神狀況不好 那一陣子對愛穿著品牌 對 然後我就不敢把它穿出門 因為你知道我會想說 我品味是不是 是不是有點問題這樣子 因為有一次 好不容易朋友結婚 我就想說結婚穿個粉紅色 就是很OK 然後我一穿上去 我老公就說 你是要幹什麼 就是這樣新娘會生氣吧 就是你沒事在人家婚禮 然後搞一個這樣子 太高調了 對 太高調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不是常常有些晚宴嗎 然後我想說晚宴穿也OK 可是它又不夠正式 就是它又是短板的 它比較可愛型的 又不是那種長長的 所以至今就是 一直在我的衣櫥裡頭 就是沒有穿過它 好 再來我要講這個推車 這個推車 我要說 應該是很多 現在的媽咪們心中的夢幻液 對 這在網路上很紅 這是小朋友的Porsche 對 沒錯 這是孩童推車界 就是Porsche的等級 然後你知道 剛剛懷孕的媽媽 對於小孩的東西 就是充滿著幻想 覺得我一定要給她用好的 然後什麼最棒的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這個是Porsche等級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輪子 對 因為它這個輪胎 是就是專門以前 做車子輪胎的 所以它非常好推 一般有那種小輪胎的 你知道走那種石頭路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小朋友躺在那邊 那個脖子會這樣 會一直丟 它有肩膀 對 它有肩膀 它就是這樣子 你就會很穩 它就是有三段式 然後你就可以讓你的小孩 完全地就是這樣子 平躺下來 對 然後因為有 大部分的推車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它可以做到這樣 然後你看 推起來是不是很時尚 又優雅 又可愛 很好 我覺得很輕 很好推 對 然後很好推 好 重點來了 對啊 我買了這台之後 只推在我家附近的公園 為什麼 還有我老公在的時候 才有辦法推 因為它是一台 沒有辦法媽媽獨自出門的時候 用的推車 首先你出去的時候 有一些 因為它很大台 有些地方它電梯比較小的時候 你是進不去 你要收 還有你出去的時候 你帶小孩出去 你是不是要坐計程車 你也要收 重點是你單手抱小孩的時候 你根本收不了這台車 因為第一步 它必須要兩手按這個 對 然後你要這樣子 先把這個弄起來 撈起來 然後你要兩手 你要兩手這樣按 它這個才會下去 對 可是重點是你一手抱小孩 你怎麼 你怎麼兩手就是按這個東西 不可能 然後按完之後 然後你還要這樣子 把這個這樣子撈起來 然後重點是它很重對不對 對 它還要這樣按 按這個 然後我自己從來沒有 我自己從來沒有 我自己從來沒有 真正的收過它 好了 等一下 真的 就是非常的 需要一個男生來幫忙 什麼意思 就是很難收 要這樣往前靠一下 對 好收 你看老師 沒有 就像我女生男生 這個有 15 應該是有 天啊 所以一般女生拿不起來的 就有12到15以上 重點是例如說 好 你去搭個捷運好了 那有些地方沒有那個 很麻煩嗎 對 那你就要抱個小孩 然後一手還提著這個 好辛苦 好美 然後你還要背媽媽包 好狼狽 本來應該是一個 時尚的夢幻藝品 然後幫你自己搞得很狼狽 這一台就大概要3萬左右 然後我還買了全配 就是這個是防紋的 然後我還要買了防雨罩 50CC摩托車也就大概這個價錢 差不多 而且還電動 對 然後再來我要介紹這個 這個是一個行動投影機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東西呢 因為當時我跟我老公 剛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的房間裡面 如果我們小兩口 可以這樣躺在床上 然後放一個這個投影幕 然後弄一個行動投影機這樣看 就覺得很浪漫這樣 就是新婚小夫妻的一種幻想 然後我們就訂購了 這個行動投影機 結果殊不知 這個投影機 根本就非常難用 因為其一 它必須要就是衝著電 然後呢 因為它很容易就沒電 它不像那個大台的投影機 它可能蓄電量很強 它要衝著電 然後你還有手機也要衝著電 因為影片你要播放 然後每次那個電話一來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斷掉 它就會斷掉 然後它也會震動 它就很容易就跌倒 然後螢幕整個就會翻掉 重點來了 我們買了一個螢幕 然後 這是螢幕 妳為了它買螢幕 因為妳一定要搭配螢幕啊 妳一定要搭配螢幕啊 超傻的 因為呢 我 因為呢 我發現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螢幕 跌了啦 我跟你講 超越我了 是在於這個螢幕呢 它居然是要用這個 要掉繩的 對啊 要掉四個角 對 對 它不是機甲式 它不是四角式的 可以自己按 它會這樣下來跟收回去 它這個是掛了 就不能取 就是不能再拿下來的 你是辦活動用的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買了這個螢幕 就想說傻了 然後看了一下家裡的那個裝潢 哪裡可以掉啊 就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掉 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很莫名其妙的東西就對了 然後也沒有增進到任何的感情 這個不是 反而一裝完之後 就會跟老公吵架 對 然後所以就 也是一個無用處 無用之地的東西 這個螢幕真的得了十分 真的得了十分 原本也那個小小的投影機 方便 方便 那個螢幕那麼大 對啊 沒有規劃好 對 就是意外成了盤娜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雙鞋 它也是一個 就是也不是盤娜的問題 我想也是一個品味的問題而已 它就是一雙呢 你是為了搭那件 不是 因為它 玫瑰花 都是玫瑰花 對 不是我好像很容易被那個花 花給吸引 這麼浪漫 可是你平常我看你出現 都穿很簡單啊 對 可是我不知道 我就是內心就是好像 想要 這個花吃嗎 是嗎 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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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老公就說 怎麼樣 妳小孩要結婚了嗎 因為就很像 很老公 親家母穿的鞋 重點是她的鞋跟 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看起來覺得很怪 居然是皮的 怎麼會這樣 就是一個 很奇妙的拼接 真的跟那件禮服好搭喔 真的耶 可以搭配 就是 有一點野獸派那種 然後可以就像牌的感覺 真的 但西江城就有點野獸派 對 所以一種 真的就是 他也就是一個 沒有辦法再穿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穿過 因為也不敢穿 沒有比髒喔 還好 你看 十分 十分 對啊 都傻眼 螢幕得了十分 所以這樣王思佳 最低分耶 你為什麼會最低分 因為我最腦袋啊 拜託你們真的 我應該是去蹲著吧 我覺得 他救了海軍耶 對啊 他救了你耶 本來你八分 也是有分我最高嗎 對啊 因為我看到那個螢幕 我就整個人就覺得 高跟鞋吧 最近了對不對 老師你人太好了 從那個除橙子 我就覺得 除橙子 除橙子 就是我們說如果有主題派對 譬如說 顯胖衣服穿搭 還有妝服派 都妝服派 之類的可以穿 對 可是那個螢幕一出來 我就覺得 這個人不但買的東西是盤大 頭腦也有點問題 好的 女人我最大 大盤子系列 我的天啊 第一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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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有獲了 第一屆人我最大 盤子王 要獲得盤子王這個角色 這盤子很高 這很漂亮 給妳所有東西都使用的 過年她可以放洗糖 結婚洗糖 對不對 過年 好高 那我可以穿這一套 剛好穿這一套 好高 她穿一套 上面可以放洗糖之類的 就先扎皇后什麼 對 妳那個螢幕 我真的可以讓給妳 我真的可以讓給妳